有时候读书不好反而容易创业 我送了几个同事到NBA去读书 结果两个人考试全没被录取 我很生气我就给那个NBA的系主人打了个电话 我说为什么我送了两个人都没有被录取 他说他们数学太差考试都没及格 我说如果考试及格他们还会来读NBA吗 考试及格他们还会去创业吗 他们可能当科学家 他们可能有很好的工作 所以我们这些人原来的很多qualification 其实并不是那么qualified 所以在人们看来几乎没有可能成功的 我们走了15年 我发现我很多同事本来都很聪明 把他们送进NBA学习回来以后全比较傻了 原因是什么呢 他有两件事情我后来发现 NBA的case study都是教别人 张三怎么成功 理事怎么成功 网务又怎么成功 学了太多成功的事情以后 你反而不知道 你觉得自己就飘飘然 第二个呢 NBA把很多东西给固定化 所以我自己回忆 在阿里巴巴成立的前三年到五年内 我每发现一个公司怎么失败的 我就会把这个公司失败的案例 发给所有的同事 让大家知道 这些事情要记住 别人犯这样的错误 我们也会犯 不要以为你有多聪明 人都是差不多的 心里话 我们今天阿里巴巴的人 一定比十五年以前 要能干很多 但是让我们再走一遍 同样这批人再走一遍 我们一定不会走到今天 时代过去了 我在上个礼拜 面试了八个年轻人 要准备自己创业 我们成立了个大学 叫湖畔大学 培养发现企业家 这八个人 我听了两个小时以后 我心里在发虚 我想幸好我十五年以前干 要是现在干 肯定被他们杀的片价不留 今天的年轻人 一定比我们十五年以前 能干很多 只是你愿不愿意在别人都反对的时候 你能够说服自己 说服你的同行一起上路 付出的代价是非常大的 犯的错误是无数的 全世界的企业家都是这样 你们今天都看到他辉煌的时候 但是你一定没有看到他背后付出的代价 我们懂得自己温暖自己 自己安慰自己 我们知道工资发不出的时候 那怎么办呢 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只能开两千块钱工资 或者五百块钱工资的时候 别人到你们公司来抢员工 出五千块钱的时候 你该怎么办 其实每一天你要面对这样的困难 一直希望自己把公司做大了 也许我就不需要有那么多麻烦 我特别喜欢开香港这种电视剧上 老板啥的事情都不干 雪茄烟抽抽 很气派的样子 我想有一天我做成大了 我也可以没麻烦 我后来现在发现 企业越大 麻烦越大 责任越大 还不如在我自己小房间里创业的时候 每一个阶段都有自己独特 但是今天我另外来讲 又把自己想明白 能做阿里巴巴 能够给这么多人服务 能够做这样的事情 那是一种福宝 是修来的 我说你不是赢了吗 太大了 我和你还没发现 你一个阶段都可以 我还没发现